人在世上,只要所造之业没有受到损坏,必将领受业果报应。 一种是现实报,一种是来实报,一种是踏实报。 人在有生之年,一切的生活、动作、事业等,所有的造作都会变成一种结果, 这个结果有时很快就展现出来,有时会延后到来生,这就是格式之果。 格式之果和格式之因,往往使人无法理解,因为不能够理解,自然就觉得疑惑。 第一,现实报。 上半生所做的事情,下半生得到结果,那叫现实报。 今年做的事,明年得到结果,那也是现实报。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现实报。 比如说,现在退休了,在家里安安稳稳地待着,每月拿到退休金,那就是现实报。 为什么? 因为你破解不公平的命运上半生做的积累,下半生看到了结果。 这个月工作,月底的时候发工资,也是现实报,因为一个月努力的工作,就有了回报。 同样,我们现在得到的一切快乐,是过去和现在所造的业力的结果。 现实报当中,比较明显的,比如说上半生作恶多端,下半生多灾多难,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和苦恼,接踵而来。 又比如说,一个人年轻的时候,不孝顺父母,老了以后,他的孩子也会对他不孝,虐待他,欺凌他,这就是现实报。 由于今生杀生太多,最后得短命果报。 三,四十岁就走了,这也是现实报。 第二,来世报。 来世报是什么呢? 这辈子做的事,这辈子没有得到结果,下一辈子才得到。 无论是恶的果报,还是善的果报,这种果报往往增长很大。 因为业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,而增长增大。 所造的这个业,再来是港果。 由于业增长的时间很长,果报会变得很大很大。 我们往往认为,我之所以现在活得这么幸福美满,定非钱是积善的结果,但实际上,钱是积善所起的作用非常大。 比如,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帝王将相之子,或是富贵人家的子弟。 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平民百姓,或是穷人家的孩子。 当然了,以后有没有出息,最终取决于个人努力的结果。 但是,其前提条件毕竟不同,前者一句话就能达到的事情,后者恐怕要努力二,三十年才能办到。 况且,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 这从表面上看,似乎命运很不公平,但实际上并非如此,因为这都是我们前世自己所造的福报。 但是前世代替不了今生,今生所做如何,方能决定你未来的结果。 比如刚才所说的,穷人家的孩子不如富家子弟的条件优越,但是他不断努力,谦虚谨慎,积极进取,今生会造下很大福报。 而富家子弟由于先天条件优越,不思进取,反而容易堕落。 前世与今生的果报是这样,今生与来世的果报又何尝不是如此。 有位大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,我们的前世真有出息,他挣来了我们的人生。 可是今生的我们,千万千万不要把未来推到悬崖上,说得很有道理。 第三,他是报。 就是今生造业,来世不报,来世的来世也不报,可能过几百年之后报,几千年之后报,甚至多少节之后才报。 什么时候具足了因缘,什么时候报,因缘果报的运行是跟随新的操纵。 而我们只要明白这个关键,就可以运用它转变我们的因果运行,让它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前进,而不是被业力推动。 阿弥陀佛,你做好五件事,福报滚滚来。 第一,向善积福。 传统文化,对善非常推重,从善如流,上善若水等等。 古人云,或伏无门,为人自照。 又云,心向善,伏未至,或以远,心向恶,或未到,伏已去。 人心向善,像这个字是要害,它是一种力气,是一种动力,也是一种挑选。 第二,谦虚纳福。 古迅云,谦虚能纳福,何弃自生春。 一个唯我独尊的人,很可贵到他人的认可与必定,通常会孤立无助,山穷水尽,坎坷一生。 第三,守正养福。 蔡根坛,守正本分,远获之道。 攀龙赋奉之祸,甚惨亦甚素,七田守意之味,最淡亦最长。 攀龙赋奉者,能得到一时的优点,一起也会有不测之祸。 历史上那些奸臣,宠臣,宁臣,攀龙赋奉,一时荣华富贵,横行霸道,但是失势以后,转眼之间家破人亡,有的乃至被灭全族,其祸真是又惨又素。 守正本分者,坚持独立品格,当然,倾平孤寂,却能够得到耐久的安全,平平之福。 养不愧于天,福不作于人,人最可贵是心安理得,为人不做亏心事,半夜敲门心不惊。 第三,平缓续福。 古人云,造极无成,平缓得福。 性情急躁,粗之大业的人,做什么都不简单成功,以致一事无成,性情温和,心绪安静的人,通常各种福分会天然到来。 第四,自律惜福。 古人云,福不行想尽,是不行竭尽。 事物到了极致,就会走向不合,祸福之间是能够相互变换的,满意到了极点,通常即是失落的开端,最光辉的时间,就意味着即将开端走下坡路。 所以,古人花看半开,酒饮微熏,即是要惜福。 弘义法师是一个能自律,惜福的魔法。 他说,咱们即便有非常福分,也只好享用三分,所余的能够留到以后去享用。 法师的僧衣补了224个补丁,他常穿的一双黄鞋仍是一个落发人送给他的,他的被子也是落发钱用的,一把羊伞也是用坏了,修了又修,补了又补。 就连他所穿的小衫裤,罗汉草鞋一类的东西,也是五六年换一次。 法师说这是要惜福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平凡人虽不需要平天下,但修身可以养性,可以基福。 生活中多读书,常领悟,怀善心,存善念。 最好的基福就是有个好心态,有个好身体,有个好脑袋。 祸福无门,为人自兆。 善恶之暴,如影随形。 求仙求神,祈祷好运只是表面功夫。 真正的消灾祈福,在于修身改过。 心中有佛的良善之人,即使不拜佛求仙,也会受到天道庇佑。 作恶多端的歹毒之人,即使身处庙门,也不会有神灵护卫。 要想消灾基福,先要改过修身。 福气不是求来的,是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积累。 好运与福气的背后,都藏着看不现的努力。 佛陀说,佛法犹如昙花,在等待纯洁有追求的人。 福气也犹如甘露,在等待修身力德之人。 修身力德,不断完善自己,充实自己的内心。 修身不仅包括丰富内在,增加处世的智慧,还包括以平常心应对日常的烦恼和不幸。 以善心对待他人,以阳光的态度对待世界。 世界与他人,才能回你以善心与阳光。 这才是积福,修身行善,必有后福。 只有头脑充实起来,内在有东西,才能遇事不慌。 只有懂得了,处世待人道理,才能真正处理好人际关系。 这些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积福。 佛法中有句话法器难得,人自身就好比一个法器。 每个人都像一个杯子,杯子干净,装进杯子里的东西,才能不受污染,更好的发挥作用。 要想消除外界灾祸,首要的是要改掉自身错误。 我们都知道,内因是主,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。 祸患的发生,也是因为自身存在的问题,给了外在条件可乘之机。 廖凡四讯中说过,不论久尽,唯一改为贵,论语中也有过而不改,是未过已的名言。 要想真正消除灾祸,首先要改掉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。 人最大的智慧,就是洞悉本身的弱点,只有改掉自身存在的问题,才能真正毒死灾祸的入口。 改掉自己身上存在的,已经为自己招货,或将来有可能为自己招货的问题缺点。 静下心来,改言语,改脾气。 生活中遇到难事,坏事,不要抱怨,要总结分析,凡事有果必有因,搞清楚弄明白,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,自己存在哪些问题。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,要积极改正,争取下次不会被同一件问题绊倒。 福与祸,是每个人生命中堆积的木柴。 木柴平时隐身不显,一旦遇上星星火光,便燃起烈焰。 每个人身上存在的问题,就是活种。 天作念,有可恕,自作念,不可活,求人不如求己,祈祷不如努力,真正的消灾祈福,是修身改过。 在此,共同祈愿,今生今世所有众生都能听闻佛法,离苦得乐。